蔡允潔在牆后休息没多久就复速复工 她14日就分享自己参加录影的糊涂室 她透露因为前天到婆家吃饭忘了带走包包 加上那天穿的衣服没有口袋 所以当天进摄影棚时 她手拿着一根香肠一颗茶叶蛋 还有一只手机 当大家开始对东西 她就忘记很多事 一开始也直接两手空空 只带着没吃完的香肠和手机 开开心心的收工回家 完全忘了还有一袋刚拿到的薪水 一直都快到家前才想起来 自己整袋薪水都没拿 只好赶紧跑回一间无人的摄影棚找钱 当下黑机器一片连老公都觉得可怕 她也谢谢警卫大哥通融 不过好笑的是 她找到中间的新风盖时 却发现旁边放着一个写主加油的道具板 怕她忍不住幽默自嘲 嗯好我知道了 另外一出也是照翻不少网友